师父好 好 一个一个不要太多 不要让师父背 师父现在背不动 师父好 你好 师父你好 我是1950年 熟马 想看什么 看身体 我帮你从上面看下来好吧 有神经衰落 睡眠不好 眼睛不好 再往下看 咽喉不好 咳嗽 喉咙干 乳房也有问题 鲁房也有问题 你要特别当心 你的左鲁房 有长一个小东西 你自己会有点脏痛 我没有脏痛 你要当心点了 好的 我讲过之后你好好注意了 好的 好吗 腰不好 对 腹磕不好 对 你的小腿 睡觉的时候经常会抽筋 对 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孩子 打过胎的孩子 我没有打过胎 没有啊 是一个女孩子 我只有生过一个儿子 我问你 你有没有吃过那种不生孩子的药啊 吃过 我没有吃嘛 吃过吗 我是没生小孩 我吃过中药 吃过中药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 吃中药 是不是不让他生孩子的 不是不是 好 那你听我讲 你有没有 有一次 比方说 那个正常的生理期 很长时间没来 后来来了 有没有 没有 你记得这么清楚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怀孕自己不知道 很长时间没有 最后 来了 冲掉了 医生都知道 这个是真的 你现在不要跟我讲其他 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做梦 你跟我说实话 有没有做到过小孩 没有 我真的没有 师父 不是说你有没有打胎 我现在说 你做梦 有没有做到过小孩 没有 好了 你现在好好去把这个孩子念经吧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让他来找你 你不要紧张 你不承认吗 我就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师父 大家看见了吗 我碰到这种人多呢 什么时候说 没有 没有 最后说晚上我叫他来找你 不要 不要 老实一点 叫孩子很正常 打胎孩子也是很正常 我真的没有打胎过 打胎没有吗 就晚上叫他来看看你 我告诉你 他可以冲着你笑 百分之一百十个女孩子 你现在给他念六十七张小房子 把他念掉 我要 念多少小房子 六十七张 好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知道他在哪里 他现在在你的腰上 你的腰经常酸痛 你知道不知道啊 他两个脚踩在你的腰上 两个小手抓你的颈椎 所以你的脖子很不舒服 你看看我们印度尼西亚的佛友 都听得懂的 听得懂了吗 好好听话了 我告诉你 你以后两个眼睛 有一个会看不见的 你从现在开始 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 我已经不吃了 吃全素了吗 全素我没吃 我吃二十天素 十天会 我十天会也没吃到 你最好 像你这种情况 最好吃全素 我就所愿了 我吃全素了 你听台长的话 你不要太恨别人 你心中有一个恨的事情 你自己要放下 好吗 你听话 别人骗了你的钱 不还就算了 是你上辈子欠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去要了 可以不可以呀 好 没关系 你让他去啊 你让他讲 你跟他讲 你是他一起来跟他讲 那师傅 我这放生 我要放多少条鱼啊 两千三百条 我现在已经在放生 你要特别当心 你要点眼药水 好的 你的左眼已经有白内障了 对 有白内障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有压床的感觉 就是说做梦的时候啊 好像有人来压你声一样的 气喘不过来 师傅 我就是睡眠不 很少睡觉 你记住我的话 睡眠不好的人 血液循环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的人 就是身上 有不好 不干净的东西 不干净的东西 有可能是灵性 也有可能是气场不好 明白了吗 我一个晚上 我最 什么 我一个晚上 最多只有两个小时 我告诉你 你再不这样的话 你就不像人了 你再不好好念经 再不吃全素的话 你会被他折磨死的 这个小孩子很厉害 你现在还不卖账啊 我告诉你 他会把你弄死的 以后叫你晚上 一个小时都睡不着 抽筋就是他搞你的 没办法 这种人怎么办 像我们很多人 一开悟就开悟 你好好听话了 你妈是你妈妈吧 是你妈了吧 我告诉你 他年轻的时候 还有杀业 杀鱼啊 杀鸡啊 杀鸭啊 杀鸭啊 我现在没有杀 现在没有 我说你过去 过去我杀了很少的嘛 我不吃的呀 你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 师傅我也想问我爸爸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 杀鸭不讨厦 杀鸭 杀鸭 杀鸭是吧 杀鸭ampf 我看到他了 你爸爸个子也不是太高 比你高一点点 这里有两块小颧骨 我告诉你 你的爸爸在地府是自由的 你跟你爸爸两个眼睛长得非常像 对 我告诉你 你爸爸现在还告诉我 他是上海人 你是上海人吗 对 这个都知道 我的妈 你想跟你爸爸说什么话吗 我是问问他现在怎么 他说你不乖 他说你从小脾气很倔 好好改毛病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说你的嘴巴喜欢骂人 改不改啊 不改我叫你爸爸把你带下去 好好改 改不改啊 改 好好改 马上改 马上改 徹底改 徹底改 好了 还有没问题了 好了 好好念经吧 好吗 好好 谢谢大家